立法院是一個 經常在打假球的地方 功課沒有做完就要下課 睜著眼睛看 中國國民黨在幹嘛 有站起來反對嗎 沒有 有站起來抗爭嗎 沒有 有站起來幫人民發聲嗎 沒有 這樣的中國國民黨 還想要選總統啊 我們大家 所有的任務 就是1月13號用選票 送他回去當新北市長 送他回去當中廣東市長 用我們的選票 把柯文哲 把吳錫穎 送進總統府 好不好 漂亮 從11月 我跟柯主席 一對一的升台 在那一天 我下定決心 要參與2024年這一場大選 要站出來 幫助柯文哲 完成他的理想的時候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要參與的 絕對不是一場傳統的選舉 傳統的選舉 談的是藍綠 談的是統獨 傳統的選舉 靠著是銀帶 靠著是組織 動員來的人 靠著是遊覽車 靠著是發便當 2024年這一場大選 不是一場傳統的選舉 他有更重要的意義 他有更重要的使命 我要參與的 是一場公民運動 是一場團結台灣每一個角落 團結所有對這塊土地有希望 我們要懷抱著理想 把國家奪回來的公民運動 在這一場公民運動當中 我們要直接聲討民主進步黨 因為在這一場公民運動當中 我們要的是國會改革 我們要的是司法改革 我們要的是居住正義 我們要的是媒體改革 而這四件事情都是2016年 民主進步黨向台灣人民承諾的 我們要嚴肅的質問掌握權力的蔡英文總統 賴清德副總統 執政的民主進步黨 為什麼背棄台灣人民 對你們的信任 台灣民眾黨 希望能夠提倡一個有孝道 有愛 有和諧的家庭生活好不好 好 所以每個孫子 開始關心你的阿公阿嬤 他在做什麼 他為什麼常常非常的期待你打電話 其實只要你打電話 阿公阿嬤都會非常開心 所以從今天開始 我們不只是為了柯文哲 為了你自己成為我們孫子兵法的 每一個全民皆兵好不好 好 大家都成為那個 我們和諧社會裡面的那顆種子 當你孝順 我告訴你 將來你的孩子也會很孝順 我媽媽95歲大家都知道 有一次我母親節 我兒子送我一個卡片 上面寫了一句話 媽媽你老的時候 我會每個禮拜都去看你 還會陪你睡覺 也會給你錢 因為我每個禮拜都去看我媽媽 陪她睡覺 還會給她錢 就這麼簡單 對吧 好 所以各位 你做的事情 你的孩子都在看 我知道今天很多年輕父母 都帶著孩子來 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情 為了柯文哲 我們創造一個 讓大家認為 參加台灣民眾黨 支持柯文哲 都是孝順的孩子好不好 好 讓大家把這個場活運動 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 我相信 透過這場選舉 透過這樣的政治文化的帶動 台灣的社會必須和諧 我們的兩岸必須和平 讓柯文哲帶來最重要的是 讓所有台灣人 都能生活在一個和諧的社會 和解的社會 和平的社會好不好 好 所以拜託大家接下來的活動 非常的重要 我們還有第二娜娜跟夜市客公正在南部 走康阿伯的活動 有空的時候大家去給他們加油好不好 好 接下去很多的活動 拜託大家了 站出來 告訴大家 你為什麼支持柯文哲 告訴大家 你為什麼要改變台灣的政治文化 你如果執政不好 就是把你換掉好不好 好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到台灣 氣來綠 到台灣 這場選舉 是我們改變自己 改變台灣的時候 讓我們一起改變台灣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我現在公開挑戰中國國民黨 第一件事情 侯友宜敢不敢持新北市長 不敢 不敢 趙少康 敢不敢持中廣董事長 不敢 一個 不肯持新北市長 一個 不肯持中廣董事長 代表什麼 代表他們心裡想的 他們明年 要回去當新北市長 要回去當中廣董事長 我們大家 所有的任務 就是1月13號 用選票 送他回去當新北市長 送他回去當中廣董事長 用我們的選票 把柯文哲 把吳錫穎 送進總統府 好不好 漂亮